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計畫的來由 那這個計畫是105年小英真母上台以後 行政院提出了前摘基礎建設計畫 好 那我要開始寫計畫了 那回到剛剛的計畫精神啊 想說好就是要讓年輕人多回去去建立身體經驗 那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呢 那可能 源於我自己的工作經驗 和我過去所修的學術訓練 所以我就定了兩個計畫主軸 第一個就是就生溯源 其實就是 通過當代的考古學的視野 然後去協同當代的族人 一起重新回到自己的傳統領域 去認識自己的祖居地 然後第二個呢 是就生主座 然後就是想說 因為自己是做文化資產嘛 就是常常會接觸到 古蹟過歷史建築的修復 然後想說 那我們就來修復一共事 包括了archaeologist work with public 就是考古學家跟公眾一起寫作這樣子 那我們一般說的社區考古學 主要是在這個範疇之內 就 那第二個的話是archaeology work by the public 也就是說主體性呢 是在非專業的人士手上去做考古學 第三個的話是公眾選項 這邊的public sector 就是公家單位啦 就從公家單位為首去執行的考古學的部分 那第四個部分呢 omenarchaeology 則是 就是把整個科目的工作流行開箱 展現在大眾的眼前 那第四個部分是科目教育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只要包括學校啊 博物館啊 網路資源很多的媒體 那public archaeology 的話的話 就是在講流行文化 或者是觀光角度 怎麼樣讓科目學更受歡迎 那academic public archaeology 就是從學術的領域去討論 去研究科目學與大眾的關係 其實小孩子 我比較早接觸其實是兒童 是課後的部分 那他們其實都還會有弟弟妹妹們 那以前就是弟弟妹妹們沒有地方去 或者是說有些人會跟母屋 就是我們有做老人照顧 那所以就會看到說 不管是大的孩子 或是母屋 就是阿公阿爸母屋 在旁邊就會有很多的小小孩 那那時候其實最初是 希望那個母屋可以真的喘息 就是他們不要老人家 然後要自己有一些生活 或者他們去田裡啊什麼的 那個小孩子還是跟在旁邊 那所以就用了那個計畫 做這個照顧 那其實任何一件事 它最後都會連起來 所以我們不會說 我只擔作兒童照顧 或者我只擔作老人照顧 或我只擔作什麼的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會同時有老人的海照顧 然後小朋友的照顧 然後客戶的照顧 好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類學跟倡道可以做什麼 其實我一直覺得人類學跟 人類學的訓練跟 可能跟倡道服務也有點類似 那我其實在服務過程中 我就結合人類學的調查保全工作 我倡道會在跟長輩的服務過程中 就會一直混動進行 就問他說 你以前做過什麼啦 或是以前去哪邊工作啦 還有問一些以前穩丹箱的發展記憶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有跟我說 以前穩丹箱會在新建的時候 穩丹箱非常的煩濃 跟一個小香港一樣 有酒店有夜市 有名稱載獸櫃 我就很好奇 所以我就會去問長輩這個事情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會結合一些傳統的活動 就像是包機啊服務 或者是說請學校來辦個傳統會 音樂會 但我現在先回來講一下我的那個題目 叫一起搭橋 什麼是一起搭橋呢 改蓋就是在他們語言是說 是橋樑連結者向上的意思 那他用這個字去形容部落青年 跟他們在座的文化附贈使動 那所以他是用這個字去描述說 部落青年是搭起部落文化斷層間橋樑的人 那就是說部落青年是一個搭橋的人 是部落文化斷層間橋樑 那我後來是覺得說 環資其實他好像也是另一種搭橋的人 就是他是一個NGO 然後他是住在部落的 那他其實就是在協助幫忙連結各種資源 然後可能也是就是說 價值裡面溝通的一個橋樑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 就是因為他其實好像反映了說 你關心環境好像通常會站在關心原住民的對立裡面這樣 那我覺得從環資在底極一樣的工作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關心環境或是關心原住民 他可以不是不那麼衝突 所以我們在談的願景大概就是這樣 所謂的各方利益方 這張圖也是那個iPhone所提供的圖 它的題目就是至少有這四個塊狀必須要出來 譬如說農民現在台灣的有幾種驗證就是 一個是可以講自己是有機的有機驗證 然後辭新跟領務舉額合作一個密社保育標章 然後友善跟共識農委會所輔導的一些團體 所設計出來的制度 然後呢我們希望農民跟我們一起行政共識 內陸積合跟自主管理 只要你願意做到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來加入我們策畏農 目前是以人住民農民為主 然後呢我們找一些像領處會 或者是一些其他賢慧共同來參與 然後部落移動目前是最主要的 協助他們做的通路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陸續增加 就是能夠幫他們銷售菜的一些平台 然後我們也找了一些消費者代表進來 希望透過這個方式把原住民的標準特色找出來 來做一個原住民 這個比較像是結論 就是到底大學的社會實踐 這件事情怎麼樣去做呢 那或許陪伴跟一起這兩個會是關鍵的 那對報導人跟團體接觸的越多 聽過他們的故事 以及對外人可能被設下重重關卡 背後的原因之後呢 其實就理解到說 他們對外人的資源還是有一種期待跟需求 但是他們是因為不想要再重複以前的傷害 那再來就是說呢 一個總結的發現就是說 有些人他們強調的是要信任 有些人他們想要就是坦誠 有些人他們只是想要理解跟和平的相處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重點是最後一點 就是那些真的覺得不需要的人 我們真的不用想過人家 其實這個需要外界幫忙的這個 這件事情已經不見得是一個 永遠都對的前提了 所以我覺得在大學進入社會實踐的小學 其實這也是我們可以放在心中的 或者說我會用來提醒我